其實現在光是應對這些飛機 就來臺灣這件事情 其實已經是非常的疲憊了 而事實上你看到那些影片 你要注意他現在已經不純粹 就是你來一架飛機 我起飛一架飛機 他很多其實就是雷達鎖定而已 就表示說我看到你來了 可是我看到你來了之後 我能做什麼呢 這個是第二個部分 就是宣布然後就來了 那第三個部分是沒有範圍 所以我們並不知道 他到底這一次 他的範圍有多廣 他是環島軍演 或者他是區域軍演 又或者是他時間有多長 他沒有任何的時間 這些方面的限制 如果再加上後面ECFA的 這些事情的話 我先說就是說 我過去我們其實在談到 中國大陸對於臺灣 所採取的行動的時候 我們常會提出警告說 哎呀你這樣做 會傷害臺灣人的感情 我過去在聽到這些話的時候 我其實內心裡頭都有一個憂慮 那個憂慮就是呢 如果有一天他並不在乎你臺灣人民的感情的時候 怎麼辦 就我們憑藉 只有一件事情 所以你要爭取臺灣人民的感情 所以你不可以做這些事情 可是如果有一天他不在乎了呢 他也不在乎你選舉結果 他也不在乎你臺灣人民的感情 我告訴你 我不是政治人物 所以我要說老實話給大家聽 當我們讓十四億的中國人 都討厭我們的時候 我告訴你 我們就沒有什麼屏障 我們的屏障 絕對不是說 我的國軍官兵 多麼的應有無人機 瑞英無人機 然後這邊雷達鎖定 不是 我們的憑藉 其實就是中國人民喜歡我們 就是同胞喜歡我們 所以不願意打我們 可是如果我們今天 連這個憑藉都沒有了呢 我們剩下來就是北京的理性 那如果說今天北京 他理性判斷說 我對你再怎麼好 都沒有用的時候 那你認為他會採取什麼動作 所以我們不要用政治語言 然後來看待這件事情的態度轉變 當你軍事跟經貿都是應手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辦 好 國防部很好玩 國防部說我們一定會守中線 守領海 守主權 我請問國防部 你什麼時候守住了海峽中線 從去年裴洛西來臺灣 到現在 你哪一次守住了海峽中線 一次都沒有 甚至於有些人認為 已經進入了領海線 只是他不承認而已 到了今天這樣的關頭 你還要告訴我們說 哎呀 我們一定可以保住 大家的安全 這個西線無產事 我們還要這樣子欺騙大家嗎 我們不能夠對大家說實話嗎 最後我們來看一下 美國的態度 AIT說你不可以做這種事情 國務院說你不可以做的事情 我們就等著看 你看這個禮拜美國商務部部長雷蒙多 訪不訪問中國 第一個指標 他如果 如果他這邊提出警告 我們就說美國要挺臺灣的 對不對 結果商務部長雷蒙多 繼續訪中國大陸 你看拜登是不是還在積極的安排 習近平能夠訪問美國 然後能夠安排拜登跟習近平見面 就當你覺得臺灣面對了 這麼大的威脅 美國說話了 說你不可以這麼做的時候 可是他的雷蒙多還是要訪問中國大陸 他的拜登還是安排跟習近平會面 所以我們什麼時候才能夠 不用政治語言去面對這件事情